所谓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,老天爷没有任何的亲戚朋友,对谁都不会偏思,但他总是照顾那些遵循天道,保持善意的人,天度人,有吉兆,以下几个好兆头,暗示了上天要帮你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逐渐认清楚自己的命, 曾国藩说过,君子知道,以知命为第一药物,真正有本事的君子,会把了解自己的命数当成是首要任务,知道自己的命数,才能找到正确的赛道,以此来收获到独属于自己的成功,你有着做生意的命,那就在商业战场上拼杀,那你能够赚到多少钱,做成多大的生意,就要看你的能力和运气了,你有着做医生的命,那就在医学领域当中好好钻研,一直深耕下去,相信你的坚持和深耕, 会让未来的你有所获益,人,先知命,招好方向,再奋起一搏,如此,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,否则,像盲头苍蝇一般撞来撞去,就很容易会蹉跎时光,浪费精力,老天,不度认不清方向的人,只会让好报降临在知命的君子身上,闹事赚钱,静处安身,曾广贤文,有言,闹事赚钱,静处安身,来日风雨,去死微尘,年轻的时候,人们就该在烦恼的市集当中赚钱, 人谋求生计,等到了一定的岁数,就该回到安静的天地生活了,闹事合境处,这两者看似矛盾,可实际上并不矛盾,对于普通人来说,赚钱是一回事,修养生息,又是另一回事,人,不是机器人,终究是需要劳逸结合的,年轻力壮的时候,可以拼一拼,不休息, 可是,人到中年之后,如果还不休息,总透支寿命,就很容易中道而别,这种劳逸结合的观念,很多人都没有,在他们看来,自己付出了,拼命了,就肯定会有好报,只能说,他们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, 试想,连自己都不珍惜自己的身体,老天又怎么可能珍惜你呢?凡事,要嫌自己珍惜,老天才会锦上添花,困窘的时候,让你偶然碰到出路,路有有盐,山崇水富一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寸,人走到了迷宫当中,就会迷失方向感,连出路都找不到,就跟身处低谷的人们一般,日子越来越难过,生活愈发变得困窘起来,也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, 在低谷当中,人们一般有两个表现,要么选择自暴自弃,要么选择继续熬下去,把当下的苦都当成养料,这两种选择会造成两种不同的结果,前者,一般在自暴自弃当中做傻事,轻则连家底都没有了,重则人才两空,而后者,一般都看到了曙光,转机会逐渐来到他们的身边,出路永远都是有的,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,所谓天无绝人之路,就是这个道理,老天不会断绝人之处, 出路,相反,他还会先让人在绝境当中,好好磨练自己,等有所顿悟后,再让出路出现,如此,这个人就成长了,一切事与愿违,都是老天在度你,曾世强教授,讲过自己的一番经历,在年轻的时候,他去坐车,谁知道错过了,当时他跟自己说,也许错过了这趟车是好事,不幸的是,这趟车出了意外,幸运的是,他错过了,所以,他提出了一个观点, 老天让你事与愿违,让你错过一些东西,就是为了保护你,有些人因为事与愿违,所以躲避了一些劫难,有些人因为错过,所以走了另外一条路,赚了不少钱,有些人因为擦肩而过,所以遇到更好的人,活得更加幸福, 人们常说的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,其实,这所谓的不如意是,看似是坏事,而从宏观的角度来说,都是好事,事想,没有错过眼前人,我们又怎么会知道真情的珍贵,没有身处卑微,我们又怎么可能认清楚人心的险恶,没有跌落低谷,我们又怎么可能遇错遇愿,东山再起,一切事与愿违,在当下看来,是坏事,而从长远来说,是老天给我们的福报,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, 不违背自然规律,顺应天道,史记,太史公自序中有言,福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此天道之大惊也,福顺则无以为天下刚迹,春天萌芽,夏天旺盛,秋天收获,冬天藏凉,这都是自然的规律,不顺着规律做事,就无法成为天下的刚迹,我们经常听到这一个词,顺其自然,什么是顺其自然呢,就是顺着自然的规律做事,不违背天地的法则,结果终究不会差到哪里去, 最常见的自然规律,就是昼夜更替,春夏秋冬,白天做事,晚上睡觉,这是自然规律,春天播种,秋天收获,也是自然规律,所谓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,你顺应了自然,自然就会给予你正能量的反馈,如此,不就善始善终了吗?逐渐认清楚自己,接纳自己,有一句名言,见自己,见天地,见众生。 人,先要认清楚自己,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,适合做什么事,完全接纳了自己的命运,做到了这一点,才有资格见识天地,众生的真相,认清楚自己,很难做到吗? 很难,看透别人,很简单,可认清楚自己,就比较难了,因为不失如山真面目,只原身在此山中,我们都是局内人,就很难看清楚自我的真相,不然,老子也不会感慨,知人者智,自知之明,圣人者有力,自胜者强。 人这辈子最大的敌人,不是外人,而是内心的心魔,将心魔击败,跟真正的自己握手言和,我想,一切都会往积极的方向发展,有钱不自傲,无钱不自卑,保持平衡,赚到了很多钱,这就等于走极端了,如果我们还过分自傲,目中无人,等于走了更大的极端,如此,就容易物极必反,盛极而衰,赚不到钱,特别贫穷,这也是走了极端。 如果我们还过分自卑,毫无自信,等于走了更大的极端,如此,就容易更加贫穷,无法翻身,凡事都需要调和,有钱的时候,要以谦卑来调和虚荣的内心,没钱的时候,要以自信自强来调和脆弱的内心,就跟苦与甜是一样的,不能总是苦巴巴,也不能总是甜蜜蜜,唯有甜苦交织,既有苦的一面,也有甜的一面,人生才会往平衡的方向发展, 这就是所谓的一阴一阳之味道,有阴的一面,自然就有阳的一面,阴太多不好,阳太多也不好,阴阳调和最好,对待人生一切是,要保持平常心,金庸先生说过一句话,无我无形,无我无心,无我无招,无我无敌。 何谓无我,就是说,做人不要刻意,而应该保持平常心,以毫无杂念的内心去应对一切,多半惊喜连连,收获到出人意料的结果,在《以天图隆记》当中,张无忌当着赵敏,玄明二老的面,学太极拳,张三丰演示了一遍,张无忌就忘了,对此,张三丰却说,忘得好,忘得好,实战的时候,张无忌以平常心去应敌,内心毫无波动,将太极拳法的精髓打了出来,最终击退了一遍。 一遍,为什么要保持平常心,因为做人太刻意,就会出现心里紧张的情绪,进而导致一步错,步步错,满盘皆输,所以说,面对任何事,都不要过分紧张,保持平常心,结果会更好,珍惜平淡,享受当下,不再抱怨,人类这种生物,都有着极强的欲望,得到了什么都不珍惜,还想得到更多,注定欲望膨胀的人都活得痛苦,你想想,本来你月入一万,就已经活得很滋润了,但你不甘心, 非要勉强自己月入五万,但你又做不到,不就求而不得,内心难受了吗?不论我们赚了多少钱,只要我们尽力了,就坦然接受,平淡也好,富贵也罢,所过的,都不是物质的生活,而是享受当下的生活,过往如何,早已过去,成为了历史, 我们无法改变,未来如何,还未发生,充满了变数,我们无法预测,唯有当下,还在我们的手中,摆脱怨天尤人的情绪,珍惜眼前人,享受平淡的当下,虚名福利皆是幻境,平淡是真才是现实,一切如此而已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